大家好 又回到ISO求職新思路 我知道今天張Sir會為我們介紹一下有關環保的事情 其實現在環保的議題對於香港人或者全球的人 都是一個很熱門的話題 一般學校、小學、中學都經常提到 原來ISO在這方面也做了很多事情 麻煩張Sir今天跟我們介紹一下 ISO環保的概念 謝謝Kevin 我們今天來看看ISO1401標準的歷史 以及一些自家資料 ISO1401是環保的管理標準 我們看看最近幾年標準認證的狀況 直到2009年12月為止 全球現在大約有22萬張環保證書的認證 我們也看到22萬張的信息也不少 是的 其實有20多萬個團體在關注這個項目 是的 是的 在這麼多個地區之中 我們祖國也不弱的 我們祖國有5萬5千多張環保證書發出去 即是佔了四成 沒錯 佔了四分一 除了我們祖國在亞洲區 其實在環保的領域也實力不弱的 你看看日本也頒發了三萬九千張 即是亞洲區已經比較重視 是的 沒錯 亞洲區已經差不多佔了一半 接近一半 是的 接近一半 所以亞洲在環保的推動來說不算弱的 相比在歐美在英國也是一萬張 在西班牙是一萬多張 如果這樣看 我們是否也值得 即是我們亞洲地區的人有點驕傲 絕對可以接近一半 接近一半 其實ISO1401這個標準 也是類似ISO9000 有一個家庭的 這個標準裏面有很多種不同的系列 最近大家聽過有碳審計 是的 有溫室氣體排放 是的 這些標準都寫在萬401的家庭裏面 現在這些熱門話題都陸續出籠了 是的 很多 我們就密切留意一下 各地政府對這幾方面的監管如何 好 我們再看看下一張 我們經常說環保標準 除了我們說要避免污染環境 我們還有守法 是的 我們守什麼法呢 守跟我們當地政府有關環保管理的法例 這些法例其實定下來是有個意思的 因為如果我們不定一個最低的水準 避免一些團體市民污染這個環境 這個環境便會失控 對嗎 是的 沒有垃圾 對 沒有錯 所以我們首先 學這個標準前 就要了解一下本地的立法 原意在哪裡 是好 因為如果我們的環境很乾淨 立法也是比較輕鬆 就不用那麼多事情監管 是的 為什麼我們有那麼多環保相關法例呢 原來是有些原因的 都是監管住人 沒錯 人和公司 日常公司 接下來我們會觀察一下 其實香港為什麼會在幾方面立法呢 空氣質素 香港算是好還是差呢 一般 又不是很差 又不見得很好 對 其實你也聽很多新聞 就說空氣污染次數 路邊的空氣污染次數 就經常都徘徊在比較差的水平 對 馬路那邊 沒錯 尤其是那些比較繁忙的地區 街道 街道 最繁忙的地區 你猜是哪裡 尼敦道 尼敦道 旺角 香港都有 香港都有 中環銅鑼灣 銅鑼灣一帶 銅鑼灣一帶 這些空氣污染次數都是高 最差 都是差的 由於這樣 我們就開始想 我們會立法來避免汽車 排放太多污染廢氣 是的 是嗎 是 你記不記得前幾年 我們在汽車排放裏面 有幾樣東西做了 是 首先我們是否說 原是一個很影響我們健康的元素 所以我們前幾年不是說無原汽油 是 推動駕駛者用無原汽油 是嗎 是 除了這方面 亦都我們想到 如果汽車 如果沒有定期去檢測 檢測 那它排放的廢氣便會自然多 過量 對嗎 這些亦都在前幾年有這樣的 法例走出來 另一方面 重型車 是 即是很大部的貨車 貨車 沒錯 除了貨車 就是我們經常用的公共 巴士 巴士 有沒有聽過歐盟幾個型的巴士 沒有 因為這幾年我們都希望 那些重型車在燒柴油方面 因為燒柴油比燒汽油 導致污染是重一些的 是 所以我們會監管這些機構 用的柴油 麻煩它是低流一些 是 或者是 即是 起碼是一些隨流的裝置 是 其實 怎樣為之隨流 因為我們燃燒化燃料 尤其是汽油和電油 是會有淡化物 是 有流化物 是 淡化物和流化物對空氣 都會造成一個污染 是 如果在空氣裏面 加上一些叫做 VOC Volatile Organic Compact 那些 揮發性的有機物 那會導致一種叫毒霧的產生 是 記不記得前幾年我們香港 看不到南天白雲 都是 天灰霧的一片 這些是空氣污染的現象 由於空氣裏面有毒霧 所以阻擋了不少陽光 可以看到天色灰灰地 當然也不是香港錯了 因為幾年前 我們在北邊 我們珠三角地區 有很多工廠 排放廢氣相當多 亦有很多這些污染物 所以導致我們當時的天氣 是灰蒙蒙一片 是嗎 是 好了 汽車我們推動它用 超低流 超低流 或者歐盟那些引擎 發電廠 每天都在燒煤 是 那些煤一樣是有流化物的 所以兩間電廠都積極 搞排流裝置 是 是 好了 空氣污染 除了這些比較大型的項目 亦都針對一些工程 尤其是我們做建築的 或者是裝修的 很多時候裝修的工地 是否一片粉塵 是 空氣是否比較差 那些霧 好像霧一樣做到 是 那些塵都養出來 沒錯 養了塵出來 那便影響周圍民居 那這些都大家不想 對 所以其實這些有立法 即是說如果你做這些工序 那有一定的保護 即是作地 對 轉場 對 沒錯 不要使粉塵飄到旁邊 是 可以飄到幾遠 那些 哦 視乎你的工程的大小 是 即是如果你的工具是重型的 那 作出來的粉塵多 是 飄的也會遠些 哦 那如果你說 任意去飄的 那便不要 所以這些立法 通常都會 建議你做一些屏障 是 再當粉塵飄出去 哦 但如果沒有做到 會怎樣呢 沒有做到是違法的 直接違法 是的 會有機會被人 即是 即是 告票 出告票 出告票 即是 控訴你 是的 那這個一般的股東 都不想的 是 做的事也不是很多 即是跟著法例做 是 是 好了 除了空氣的問題 我們本地 就是噪音問題 是的 這個厲害 是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覺 住在市區 很晚 都是有很多交通 車聲 是的 是吧 那你願意靜些 還是噪音 每個都希望靜些 沒錯 所以近期你便見 在一些 即是比較繁忙的馬路 未起了一些叫做 即是噪音屏障 是的 那個目的就是想 減低音 沒錯 但見有些屏障 現在是 種了東西的 沒錯 因為早期 我們只想 減低音 就可以了 是吧 但有些駕駛者 會覺得 哇 這個屏障很難 是吧 是 觀減上 我們是想做好些 是 綠化它 綠化它 綠化它便種些東西 其實種些東西 會不會再有效減低聲浪 會的 有些植物 如果是 你種得上下的規模 它是會減輕聲浪 甚至 幫你的空氣 都會淨化一部份 其實挺好 好的 又美觀 又環保 又減低聲浪 沒錯 連空氣指數都可以改變 沒錯 沒錯 一物幾用 是的 所以現在都市政局 或是政府其他部門 都鼓吹熱化 著重很多不同的植物 應該要支持 我們做市民的應該支持 是的 除了這些 城市有另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生活垃圾 是的 是吧 我想不只是香港 全球都很嚴重 這個問題 沒錯 以往都聽過香港有焚化爐 燒垃圾 是的 但後期又拆了 是的 不是很聽到在哪裏 都很多年前的事 是的 很久了 拆了不燒 即是不再焚化垃圾 是的 那有甚麼辦法呢 堆了 堆田 堆田的地點 香港其實都不多 是的 是吧 那愈堆愈悶 總有一天 堆到無法堆 是吧 那又要回頭 燒垃圾 是 焚化垃圾 為何那些人那麼害怕呢 原因焚化垃圾 會產生一種 空氣污染 是 而那種污染裏面 含有一種叫二鱷鷹的東西 二鱷鷹 二鱷鷹 是因為痣癌 這麼厲害 沒錯 要處理不好 有這些 即是 污染物 住近焚化垃圾的居民 很擔心 當然擔心 是 第一個是害者 是的 所以其實 又不用那麼過分 為甚麼呢 現在技術先進了 在焚化垃圾 沒錯有二鱷鷹 但在高溫的狀態 是可以將二鱷鷹分解 即是說 如果你焚化過程做得好 是可以減少這些污染 或者除去這些污染 除去就最好 減少都不想 沒錯 除了這方面 我們有溶水 是的 是吧 我們有溶水 也有產生污水 是 污水你猜排在哪裏 大海 大海 以往我們 就覺得 為何我們的海港 那麼髒 是因為我們弄髒它 沒錯 所以環保署就開始立法 就定一些規矩 即是說凡是一些工程項目 或者一些設施 是會排污的話 是 就要拿一些牌照 是 那些牌照 就要求排污者 即是那些機構 排出來污水 潔淨程度 起碼可接受 你排到大海 污染程度就減低 對嗎 是的 經過這麼多年努力 有沒有改善到 有見改善的 有見改善 因為始終有些重災區 譬如大埔 是 一些近工業區 有些排污那些 是 都開始不是說 聞到那麼大股味 這個是一個進步 是 是 你見一下河道 香港沙田 大埔那些河道 以往是一股味 常有顏色 是 現在有魚 現在好一點 是 起碼惡臭就減低了 沒錯 不是說那麼厲害 是 不過就 始終顏色都是淺了 不過依然存在 沒錯 當然是希望見到 水很清澈 是 這個就是最希望見到 沒錯 亦都希望在海洋的環境 不要太受污染 是 因為在海裏面 都有一些珍貴的動靜物 是 很多 珊瑚 珊瑚都現在 要保育 要保育 是 除了這些 我們就說到保育 是 香港有沒有一些 重要的保育地區 有的 聽過 是 但是 不太記得在哪裏 香港有濕地 濕地公園 濕地給一些 濕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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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濕地有紅樹林 紅樹林 紅樹林有很多 很多物種 只是香港特有 是 世界各地 很多地方 都未必那麼容易 找到紅樹林 是 其實香港是一個 值得保育這些 在濕地 或者紅樹林地區 的動靜物 是 我記得還有一個 海灘 要保育 養很多 珊瑚 沒錯 不過就不記得在哪裏 其實很有趣 因為如果是 你做了一些項目 破壞了環境 你要還原自然生態 你要做些功夫 要模擬當時的生態 其實香港也有一班 綠色情團體 很努力地 在這方面做些功夫 默默耕雲 沒有人知道他們做些甚麼 他們就是做這些 很慘的 沒錯 我們講了這些概述之後 我們再看看標準裏面 我們一樣 我們在環保來說 都有一個模特兒 模特兒很大程度 都是用Plan to check act 即是跟九千那個接近 沒錯 Plan to check act 又是去那句說話 當你Plan一些東西 就要想what to do how to do 如果一個機構 正在行環保管理系統 是 如果一個機構 即是他聲稱 他是行環保管理 第一句問題是問 你有甚麼活動 受你的環境管理 影響的呢 即是what to do 是 起碼呢 這個機構說出 他有甚麼活動 是會影響到環境 對嗎 是 哪些活動會影響環境 和影響程度 這樣才想到how to do 是 對嗎 是 即是說 如果你行一個 環境管理系統 第一步會被人問 你的scope 你的工作範圍 你的活動範圍有多寬 是 做甚麼 人家會聯想到 你有甚麼活動 是 那些活動會否影響環境 對嗎 對 所以scope是先行的 好了 接下來 就會被人問 你即是有心行 有心行 即是說 你要決定 如何行路 對嗎 於是我們落入下一個環節 下一個環節就是 講你的承諾 一個機構如果有承諾 行走一些事情 是否要定入方向 是 環境管理系統一樣 要定入一些環境管理的政策 嗯 講政策 有兩件事 必然不能夠錯的 是 第一件事就是 究竟你的政策裏面 有沒有重視到 避免污染環境呢 是 即是減少用紙 紙張分類 兩年用 沒錯 那些 你用甚麼方法都好 你要有這樣的重視 是 減少對環境污染 是吧 第二件事要重視的 就是你要符合 當地 以香港還是香港 對環保的法律法規 是 你如果是行一個這樣的管理系統 也都不會 即是感覺你會犯法 也都不應該犯法 是 是吧 而你持續的活動 都應該是遵守這些法律法規 以及避免污染 是 所以這些方針 是要講這些地方 也都提到持續改善 是 好了 以往 Quality 這些政策 就未必需要 去到公共也知道 是 但是環境管理的政策 其實是很多日 很多Party 很多機構想知道 是 是吧 好 即是說這方面你要公開 怎樣公開呢 各個機構做法不一樣 是 你猜一下最容易是怎樣公開你的政策 上網 上網 沒錯 大機構通常都將環境管理的政策 擺上網頁 是 但是有些中小企 是 他們不是經常有網頁 是 那怎樣做呢 就是 凡是他在哪個地方有些項目 是 要執行呢 就會將這個政策 環保管理政策 貼在他的工作範圍 場所的門口 即是告示形式 告示形式 對 貼在告示板上 沒錯 即是公眾可以隨時找到 即公眾容易看到 看得見 對 例如一些商場的告示板 對 大廈管理的告示板 對 應該會找到這類型的資料 沒錯 對 還有一些更方便的方法 因為有些人經過他的工作場地 對 他會留下一些叫作聯絡 即是如果你想了解 我公司有關環保的政策 可以聯絡母位 即是有諮詢電話 你隨時可以打電話給那個機構的人 去諮詢 沒錯 其實這方面做得挺好的 其實標準是要求你起碼做到這樣 是 是 起碼外界知道你在做甚麼 是 是 增加透明度 沒錯 其實行環保管理 最重要是透明度 是 因為如果不是 沒有需要你將這些東西 公司血洗 是 是 對 好了 有了政策之後方向 但究竟你再實質是怎樣做 人家會問幾件事 於是我們下去計劃那個環節 是 好 我們看下一張吧 計劃的環節很有趣 首先 你有各方向了 是 你又不想污染環境了 是 但是 一般公眾很想知道 你有些甚麼活動 是 會污染環境 而你有控制 導致它不會污染呢 是 這個做法 就是 你 能不能夠將你所有活動 和環境的因素 列出來了 是 所有活動都會 砌造一些 不多不少的影響環境 嗯 舉個例子 我們做裝修 是 裝修用不需要用工具 烤打的 要的 烤打工具有噪音 是有噪音 是嗎 裝修的話 用不需要處理材料 都要的 處理材料 就是一個環境的因素 是 工序之中 你有沒有粉塵飄出來 絕對有 有 有了 是 好了 你在裝修的工序 會不會用到材料 會 油油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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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油有沒有氣味 是會有的 就是VIOC 那些甲醇 甲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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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好了 接著來講 我們 我們就要看 這麼多樣的環境因素 哪些重要一些 嗯 好了 如果這些因素 是影響到你周圍的鄰居 是 而是有法例監管的 嗯 你可不可以說 脈雙抵押這些不重要 肯定不會 是嗎 重要才是立例的 沒錯 所以我們要決定這些環境因素 哪些是重要的時候 是 我們要看我們法律規規要求 是 除了法律規規要求 那其實有些行業 有一些叫守則 是 如果你是 那個行業的些 資深會員 你要說是行一些環境管理 你可否違背他們會員定的規矩 絕對不可以 大家都要遵守 沒錯 所以我們在決定 哪些環境因素較為重要的過程裏 我們考慮那些活動會否牽涉法律要求 或是那些規矩的規矩要求 當你考慮這些時 你會發現原來我這麼多環保因素裏面 不是每個都這麼重要 就是小部分是實際的 就是我們以為重要的環境因素 重要的環境因素帶出一個訊息 因為那些牽涉到法律法規 牽涉到一些事是比較嚴重污染的環境 所以下一步就會說 這些應該是你機構的目標 你不應該做些事去不到這個級別 即是最低限度要做到目標就是不要違法 起碼不要違法 這些目標你要定 定下來還要想一件事 這些目標究竟能否做到呢 是吧 第二件事就是所需要的財力有多少呢 一個公司小型的公司要走環保 要扔很多本 這個工程也賺到很多錢 是 那它怎會刺激到它走環境呢 是吧 所以在定立一個目標 首先我們看看可行 資金上是否可以 技術上 財務上是否可以 起碼可行才會機構有心機 即是又是去回早幾集說的資金上的問題 沒有資金上的問題 好 還有走得挺急 目標是定下來的 但是它要一年內完成 還是半年內 還是一季完成呢 是 是機構自己定的 哦 那個時間性又可以是機構自己定的 可以的 是 但是你要看它定得合不合理 舉個例子 你的項目做三個月而已 你定目標一年後才完成的話 其實市民曉笑你了 是的 真的 你定那個目標沒用 沒有用 那個項目都完結了 所以有些機構定目標 是看它手頭的項目去定的 以項目的週期 是 那個直播去定的 即是其實那個目標就會 因那個工程 或者在手頭上的工序 對 而經常會變的 會變的 即有機會會變 可能一年會變幾次的 沒錯 因為接觸不同的職業 做完這個職業 它又要變去達另一個目的 舉個例子 這個職業很長的 做三年的 它真的可以每年看一次的目標 半年看一次 但是這個職業很短的 做一個星期的 那它是否不定目標呢 都定的 定的話 就一定要 短一點 一個星期 即是說 目標的計劃是會變的 是 視乎實際需要 長短是 即是視乎公司實際需要變的 是 對嗎 是 你不可以定的目標 比你的計劃長 你的計劃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不過我也相信香港其實有很多有良心的大公司大企業 其實都很跟這些指引法律法規去做的 沒錯 所以這些目標很多時候 那些大機構叫做Mouse Stone 是 即是去看Mouse Stone 做到那樣東西 是 是 這個 大家都聽過 是 這叫理程碑 理程碑 是 好了 定了目標 下一步要做事了 我要做些甚麼 以及怎樣做 都大致上定了出來 於是下一步就會做一個計劃 是 在一個環境計劃 告訴別人你會怎樣做 其實下一步 那個做法有好幾樣要兼顧 首先 我們做任何事 要有人去負責 是不是同樣要有一個架構 是一樣要 一樣有架構 一樣有權責 一樣有資源 資源就不僅僅人 要有補充 要有支援服務 又有財力 有財力 因為很多東西 你要擺資本進去 好了 當你擺了這些資本進去 有權責 但都要擔心 其實每個人的能力 是否都達標 這個不知道 不知道 每個人的能力 是要他表現出來 才看到他達標 當你見到一些 員工做了一些事 未達標 能力是未去到那個位 一般機構會想甚麼 又是去考核一下他 考核他 給他一些培訓 是 因為培訓是必然的 是 你無可能 人各樣都認識 是 尤其是環保這麼大一個題目 沒錯 所以一定要培訓他 還有使到員工 是要重視環境保護 是 其實 你問心說 每個員工都會說 我都不想污染環境 是 不過我不知道怎樣去 不知道怎樣做 不知道怎樣做 其實我也相信 大部份的市民都 絕對支持環保 是的 只不過可能接觸的機會少 對嗎 很限於政府的推廣 一些廣告 告訴我們怎樣做 對 坊間就少接觸到 沒錯 所以機構一定要給他一些培訓 以及告訴他 怎樣去接觸到 這些環境保護的資訊 是的 因爲他接觸不到的話 就長遠來說 他都不會更新 是 不懂更新他的資訊 是 那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是 所以 下一個環節提到就是 互聯合 如果我們加強在溝通方面 大家經常開會議 或者說說環保管理 保護的信息 潛延默化 員工就會覺得 這件事很輕鬆 是 是 習慣了 沒錯 所以 內部的交流 經常溝通這些信息 除了內部的溝通 其實都牽涉一些外部溝通 因爲一些項目裏面 不是一個派對做完 有好幾個派對 是否要他們也要知道 絕對要知道 一起達到的目標 沒錯 起碼目標一起達到 這些溝通 牽涉很多這些會議 或者這些報告 發放出去 是 是 或者周邊的市民 去講解 他的項目的進程 會有的 有的 地鐵都會的 會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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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見到有些時候的項目 是否有些告示板 就說這個項目大概是幾時會員工 完成 馬路邊是見到最多的 沒錯 這些都是一種溝通 是 外界看到 你有這樣的承諾 做好一件事 避免影響周邊的環境 好了 有了溝通 即是說帶出一些文件 是 證明 如果你沒有文件 沒有記錄 你的溝通是沒有 基礎的 是 因為很簡單 如果一個外界 想知道你 行環保 行成怎樣 你記錄又沒有 是 文件又沒有 我怎知道你怎樣做 用把口說 用把口說 就是不夠承諾 是 所以一定有文件 這些文件 是不是不多不少都會發放出去 是 發放文件要小心 因為發放文件 要發放一些正確的訊息 是 對嗎 發放文件要有正確訊息 都要控制它 是 對嗎 控制的方法 跟在我們之前說 質量管理ISO9000那種控制方法 一模一樣 是 你發放任何文件 你一定要審批過才發放 是 審批過的東西是OK的 是 也是 現代的版本 這樣才發放出去 是 所以 控制文件這一欄 在環保的執行上 都要的 是 做法很類似 Quality 好了 我們做過那麼多事 目的是甚麼呢 我們在Quality ISO9000那不是說 一切受控 是 一切受控 行動在環保的角度 即是說 做的東西 不會審批過他的控制方法 即是不會導致一些東西 偏差於他心目中所想的目標 是否都是一切受控 是 所以他的說法就是 Operational Control 即行動的控制 行動的控制 使得他受控 一定有些基礎 有些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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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文件 又是以通告形式 是 可能員工手冊 類似 那些資料 發放出去 沒錯 那些員工跟著做 照道理 就應該的環境 其其理理 沒有污染 沒有意外 是 但這個太理想 是 實際是 不會理想的 是 即是說 必然有些情況是危急的 或者會有環保意外 對嗎 大家雖然不想有環保意外 但是有意外 我們第一步要想什麼呢 就是有意外的情況是最輕最好 對嗎 即是盡量防範 如果發生意外怎樣可以善後 善後 善後得越快 即是影響越小 是的 盡快減低 沒錯 所以我們說 Emergency Preparedness 跟著那個字就是Respond 我要量度我們的Respond 是 足不足夠快 是 如果出現這些問題 是否減到最低的影響 是 也複雜的 是複雜的 如果我們平時有這個意識的話 我們就這樣口說有沒有用 沒有用 不可以的 要練習 要練習 要寫一些程序 如何練習 跟著要訓練一群人 如何練習 培訓是否一樣 好了 培訓完 都是未實戰過的 是 是 所以做演習 是 所以很多時候見到大機構 做這些環保演習 或者安全 類似這些東西 這些有沒有要求 一年要做多少次 其實視乎你的工作的複雜程度 有些大機構的工作比較危險 容易污擾環境 要做密一點 如果工種比較簡單 可以疏雜一點 那我一年一次 是 是 但是怎樣也要做 是 做的話 即是沒有操練 是 沒有操練 即是出現 都是不熟習 變成 是 沒錯 唯有做一做 試一試 是 看回那個結果 是 其實做第一次 每個都會不那麼熟習 是 會有少許瑕疵 脫漏 脫漏 如果反應是差的 就再做一次 其實目的是哪裏呢 就使得員工真的熟習 真的出這些意外的時候 應變能力可以高一點 沒錯 應變能力 是 這個是很生活化的 好了 接著我們就看看 做了那麼多事情 怎知道可以不可以 即是我們在問一個問題 就是檢查了 即是檢查了沒有 可以嗎 是吧 我們在過往說 質素就說出過程度 出過程度 第一是環保來說 我們是甚麼產品 是甚麼產品 是想看甚麼 我們其實檢查和測試 是測試我們工作的過程裏面 有沒有導致污染 或影響了環境 我們是測試這些東西 即是測試結果 測試結果 環境的效果 就是講你的過程度的結果 有沒有影響到環境 是的 好了 有些東西 你可以用經驗 用容顏來判斷 是的 但有些東西是不行的 不行的 譬如說噪音 噪到多少 為之好噪呢 是的 很難說的 我們只要量度分貝 量度分貝 說到量度分貝 是要用儀器先 是的 拿到儀器先數值 對嗎 對 於是就引申到一樣東西 你的儀器 準不準確的 是的 你如果拿著壞錶 讀甚麼都沒有用 是吧 幾吵都說它對 對 所以一定 去到這些環節 要考慮你那個儀器 是否有一些校正 是否一個 現一個 好的狀態 是 量好狀態去讀這個東西 好了 儀器要校正 OK了 量度 也要有標準 要有一些準則 幾吵為之吵 那麼法律就定了標準 是的 即是幾多分貝 就為之吵了 騷擾到民居 噪音騷擾有時 未必一定是工程 未必的 人聲都可以 人聲又會 汽車又會 麻雀聲也會 麻雀聲也會 但是我們覺得 幾多分貝為之舒服 70分貝左右 是 尤其是 附近是醫院和學校 那你更加要 其實酒樓裏面 都已經超過了這個分貝 一定超過 其實酒樓是很吵的 所以要改善一下 如果酒樓行環保 有些甚麼校門 可以建議給他們 嘩 真是 其實酒樓行環保 我想這個 聲音污染 其實都幾難 其實聲音污染 是可以改善的 有些物料可以吸引 是的 那它就不會那麼吵 是 其實要成本 同樣道理 視乎酒樓 它擺多少成本 去做這些吸音的設施 或者它不擺得太密就行 是 如果 即是擺得疏一點 那吵音的 因為它始終容納那麼多人 人在裡面 在吃東西或在聊天 你都很難吸收到那麼多 沒錯 所以 都要考慮成本 即是 生意 重要還是環保重要 其實如果酒樓要行環保 就變成有難度 有難度 在酒店和酒樓 是的 規矩是有少許不同的 對 是否符合法律法規 是否符合了行規 是否符合法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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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透過量度 然後做些紀錄 然後走的指標出來 對 對 對 他一定要自己量度 才知道自己好不好 是的 這是自發的 是的 無論如何似乎 兩度有兩個結果 一是碰 另一是不碰 政府有兩個結果 碰 大家都恭喜他 大家都開心 但不碰 也會發生 不碰 即是狼狂方面 這種情況 如果以環保來說 你不碰 幾分鐘就是環保意外 環保有意外 第一個想法是甚麼 正確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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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影響了環境 立即去補救 所以我們經常說 這些狼狂方面 先做一個避免 先減輕影響 減輕影響 再做行動 看看你的問題 意外 原因是甚麼 當你做這個動作 要找原因 原因知道了 再做行動 去改進 不要再發生這個問題 這些叫糾正措施 糾正措施在環保來說 都很有用 是不是 好了 我們有時候 看到這些機構 牽制了很多工具 避免一些大的環保意外發生 這個想法是 作成一個層次 這叫預防措施 因為它未必是有意外 但它預計會有這些情況發生 它於是甚麼 就假設這些發生 我們有些設施 可以很快地解決 這叫預防措施 是 亦要想一個原因 和想可能性的問題 是怎樣可控制壓力 好了 還有這麼多事情 沒有記錄 就沒有意思了 是 完全看不到結果 完全看不到結果 所以記錄在環保來說 同樣重要 就是說 這件事告訴別人 你已經完成了一件事 是 是 那個記錄的控制 最重要是 保持多久 是 保持多久 找不找得回 是 記錄又沒有名字 這些一模一樣 都發出來 是 要追蹤得回 沒錯 好了 有了記錄 有了之前所說的這麼多事情 你也未知 整個系統運作是好還是差 是的 於是在環保管理來說 我們同樣有一個叫 內部審核 是 又是有一班內部審核員 審核機構裏面 環保管理系統 即是跟9000一樣 要做一個內部檢查 對 正確 好了 接著再提到 這個檢查員 又不可以看自己的東西 是的 最少又是要兩個或以上 沒錯 即是說這類的環保內部檢查 起碼都有兩位 是的 是吧 好了 環保的審核 加上你平時做這些檢查 是 和執行的情況 法律法規這些更新 你猜管理層想不想知道 絕對想知道 是 因為他們要達到目標 沒錯 所以他要知道 知道通常我們就會有下一個環節 是 即是跟管理層開會 沒錯 管理層要開會了 開會就要了解我們之前做這麼多動作 究竟對公司的環保管理執行 有沒有改善到呢 是 是 是 這就是調整的重要的研究 當機構經過這些評估 他就會確定到行得好不好 還有有甚麼可以更加改善 是 這個環節就是我們經常說的持續改善 持續改善的模式 即是完全是跟9000的Pandu Chair做法一樣 完全一樣 只不過是加了很多環保概念 對 當地政府法例法規的監管 還有看看機構或公司 和一般市民如何配合和合作 沒錯 這樣做 這樣做 對環境有幫助 對 今天張先生很清楚地介紹了 萬世環保概念給大家認識 希望 因為現在將來社會都會交給很多青少年 其實如果有些學員或同學 其實很喜歡在這方面去進修 或者去知多些的話 不妨留意多些有關這些環保的議題 甚至乎學了執行這個概念 我相信可以在他們日後多一條出路幫到他們 沒錯 其實我都很歡迎年青人多些去了解這方面的課題 亦我們機構很樂意提供這些講座和培訓 希望將來有機會可以提供多些留言 今集就很多謝張先生幫我們介紹了 萬世環保這個概念 下一集就會是用環保這個模式 或者這個系統去講解一個農莊 怎樣去進行環保的檢討 以及檢討員 怎樣去到農莊去工作的實際情況 多謝張先生下一集會為我們大家介紹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